阿弥陀佛 大家好 这是正博天空新闻台 联圣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 今天是第562集的播出 节目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 妙音佛母的心咒 请根本传承大家持 希望四传佛光护佑 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吉祥圆满 也奉请伟大的妙音佛母 妙音天女相加 给大家开启智慧 让大家在读书会 领悟到佛法的法如甘露 请kol哎呦会吉祥团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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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正峰,叶慧亭,莲花语,Virgo D Jeshomay,还有Lisa Jan,叶慧亦 还有郑明达,田月益,刘月香,Ko Lili 莲花秀丽的功课,Light Jan Tan,Juan Wei Kuan 玉仔好久不见了,Mary Lai,林慧卿,Bin Jan,Ko Lili 这个林佩玲,莲花精,丹丹丢,张丽兰,美光领,Yu Hossain,俊雄,Skyme 雍链,Yi Juan,陈湘怡 哇,林佩玲更丧失过情人节,太好了 每个人都是情人 Main Lotus,Juan Wei Kuan,爸爸梦到我小女儿给车撞怎么办 那你就给她念大白闪盖佛母的心咒 后妈妈,后女所发,给她回向,让她守护 还有加念高王经 Main Lotus,陈林真,陈小峰,叶佳佳,林雅淑 Kelibranah,很美的妙艺,叶佳佳,谢谢您分享 王国会贴来了高王经上支心咒的功课 以兴亮亮,哇,亮亮真的很准时 直到这个时候听世尊文集 这样是没有办法的那一天 我要开世尊的开示给她听 时间到晚上十点 怎么吃她的饲料时间一样 小狗也知道我们的时间 哇,很棒哦 Lisa Jan,你丰富 因为每天时间到的时候 在那天知道该做什么事 动物有生意时钟 陈林真,上师早安 大家亲戚亲人节快乐 好,先把可爱的音乐关掉 我们来看看上一集同门的留言了 哇,同门讲什么 先看看莲花证书是莲花陈小贤 莲花证书 恒春一讲莲花童子,童心童德 无邪纯善 Lisa Jan,禅定可以调整内脏 内分明 没有人可以避开死亡 但师尊加持跟懂得保健可以长寿 师尊大法力加持 能够把人的癌症变得没有 白天清醒要观想师尊注定 晚上睡觉要观想师尊在注心 甘风力 有能力的请多做布施 才施法施 求法的时候要观想师尊注定 持孙心奏 求传承加持力 这个是上一集同门的留言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灵魂的超觉 一篇文章叫奇梦 奇怪的梦 大家都做梦 也有人做梦 梦到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阿公 自己的太太 还是丈夫 梦到这个小孩不见了 问说怎么办 那那个人可以跟师尊求什么 自己的小孩的护身福 然后有时候是自己太想念自己的小孩子 也会做这样子的梦 所以不要太担心 那平常继续念高王经 还有守护的旧 像大白散盖佛母的心旧 是可以守护全家的 那也可以念大力金刚旧 守护全家的 那你家小孩有走丢吗 我小时候我也走丢过 走丢过后来自己 被那个有一个哑巴捡到了 然后这个哑巴去警察局报案 刚好我爸爸也去警察局报案 我看到爸爸说 爸你怎么会在这里 哇回家了 我爸就骂我 然后回家了 最后看到妈妈哭的眼睛 肿得像什么一样 所以小时候 我们家三个小孩子都走丢了 现在这个都市应该比较不会吧 好我们先来介绍这篇文章 就是奇梦 奇怪的奇梦境的梦 那这个就是有两个出家人 就是同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来找师尊 他梦到什么呢 他梦到说 自己去爬一个高山吧 梦到说 自己搭船 然后去那个南海普陀山 去那个 看到不是南海普陀山 一直搞错了 自己呢 就是搭船 然后呢 梦到了南海观世音菩萨 踏着祥云 然后呢 善才跟龙女 站在观世音菩萨的两边 周围有很多的护法龙天 那这个和尚呢 梦到说 这个海上在飘非常的大 然后头晕木陷 周海上又来了一个神仙 这个神仙全身发光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和尚就问说 先生 请问啊 那个 如何才是真正的道啊 那个什么才是真理 如何是真道 那那个神仙将 去找 卢圣燕去 那卢圣燕是什么人 他说是阳间的人 哇 这个和尚梦了 觉得很惊讶 首先梦到观世音菩萨 南海观 你那么的庄严 又梦到发光的神仙 又跟他讲 卢师尊的名字 从来没听过 那这个梦到的这个出家人 就跟另外一个出家人讲 哇 另外一个出家人说 啊 我也是做同样的梦 两个人的梦 竟然是一模一样 那这个就不是一般的梦 于是呢 他们就去找台中的朋友写信 台中说不认识这个人 后来呢 是他们就是又写信 又拜托别人家去调查 结果说中部呢 台湾中部有一个年轻人 他就叫这个卢师尊 那因为梦中的人 为什么他一下子可以找到台中 因为梦中的那些神仙告诉他 要到台中去找卢师尊 结果呢 这找了半天 反正终于找到了 在台中 有一个年轻人专门写书了 就是我们的卢师尊 师尊真的是不敢相信 有这一等事 然后呢 这个两个和尚出家人 就很谦卑的跟师尊问 佛法问道 所以你看那时候师尊还是三十几岁的小伙子 还很年轻 梦到观音 梦到神仙 特别的指引 那为什么这两位出家人能够做这个梦呢 这就说起他们 原来这两位出家人在寺庙里面修法 修道 修了很多年 然后都没有感应 没有一点进步 他们就觉得 觉得这个很丢脸 应该去佛祖面前 释迦牟尼佛的佛祖面前 跟佛祖真正的祈祷 哎呀 释迦牟尼佛 我出家那么久了 都没有感应 没有相应 觉得说怎么时间都过那么快了 祈求释迦牟尼佛 你赶快给我相应吧 哇 碾香礼佛祈求 那个如来给他这个指示 才做到这个梦 所以你们修法修很久了 万一没有感应怎么办 赶快上相跟师尊祈祷 师尊修法修那么久 然后这个一点感应都没有 一点指示都没有 然后每天贪生吃很多 烦恼很多 修法有在修怎么都不会改变 别人开BMW 自己骑脚踏车骑摩托车 一点财运都没有 骑请师尊给我指示 然后就给你梦思 那你这个 其实修久 那你说没有感应 其实你每次在修法 头脑比较清楚 那个就是感应了 对不对 你在修法的时候 你还没修完之前 头昏昏得急 然后一修完法 头脑就变得比较清明了 那个就是感应了 或者修完法之后 烦恼就消除了 那个也是感应 所以感应其实不一定让你看到佛菩萨 你要知道佛菩萨给你的感应 有时候是因为你的业障真的很重 贪嗔吃很重 习气很重 没有办法一下子就突破就改进 所以佛菩萨慢慢在给你消业障 那这两个出家人是真正 就是整天在修行的 也做善事 也念经 也做法物 那只是说那么久了没感应 去祈求释迦牟尼佛 一次就感应到这个样子 让他们觉得非常的神准 连师尊都觉得说 真的是很不可思议 我觉得这也是这两位出家人的缘分了 好,看看现场同门 马吉林马 修明 还有这个王小敬 丹丹丢世 刚王亲亲母新座三 新座的功课 那个张维杰说母娘慈悲 Lisra Jan 菩萨在空间 师尊在人间 人间的事情 师尊能够帮忙化解 廖金山师姐 王国会贴来了我们几个人的功课 哇,十个人的功课 希望他们赶快补足 好,丹妹妹 开心国上师 开心同门 廖子言 好,杰森丽 林玫瑰 丹妹妹 对不对 张妙柔 艾娜欧欧 哇,敢奉帝说我又来了 好,那也就是 这个两个和尚终于在梦中听到这神仙 讲到说要去台中 找杨世人卢师尊 这个事情后来果然找到了 然后他们就告诉师尊 接着他们就问师尊 什么叫做真道 真正的天道 真正的大道 哇,两个出家人问一个在家人 他们也不会觉得出家人高高在上 就藐视在家人 那因为有神仙做保证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在家局势一定是非常的有智慧的 那师尊居然讲什么 他小小的卢师尊 年轻的时候三十几岁的卢师尊 他竟然讲了以下的一段话 念给大家听 真道就在贪承吃三毒之处 真道在四颠岛见处 真道在五蕴六入七世八邪法 九烦恼 亦在十恶处 因为佛讲一切烦恼皆是佛性 若人能够从烦恼的污泥中生出清净的莲花 则真道真正得道 入烦恼大海 真道在烦恼大海之中 至于如何修持 就是利益众生 利益人 哇 学生把这个真道的风貌告诉大家 告诉了这两个出家人了 哇 这个从来没听过的 所以你说肮脏的泥巴 污泥长出清净的莲花 我们会来到这个世界 都是因为贪承吃而来的 但是如果你能够真正的降服贪承吃 把它贪承吃把它提升 把烦恼在烦恼里面 所以你修行不要怕说没有 不要怕说烦恼那么重压力那么大 我最近听我朋友讲 每天都过重复的日子好无聊 我不大敢告诉他 我好有聊 每次的读书会都讲不同的内容 每次跟朋友聊 因为我很喜欢把笑话开心 开心给我的其他的朋友 所以每天就有不同的题材 虽然每天固定的时间 做固定的事情 对不对 可是你固定的事情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在内容里面发现了创意 那你如果觉得每天都固定 你的心都没有专注在你做的内容 产生兴趣 当然会觉得非常的无聊 所以人生你要怎么活 要看你的想法 你没办法改变环境 但是你有办法改变你的心 所以你说家财万贯 大家当然都很羡慕 可是有钱人真的很快乐 最近香港不是有反送中的活动吗 听说有些很有钱的人身价也跌了 因为反送中引起了投资者却步 然后经济的冲击非常的大 还有社会的秩序整个都乱了 我本人没有政治的立场 我只是就人民生活的安适度来跟大家讲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那你在种种的烦恼 那你看台湾又有台风要进来 那世界上有地方越来越热 热爆了 听说英国还热死了一千只鸡 所以这个世界在纷杂的当中 你怎么去休息 你怎么去看世间的事情 还有你每天工作的 你上班的 你以为你每天在做重复的事情 你要在重复的事情里面 同中求益 起益的益 在每天其实还是有不同的发现 你每天有没有不凡的创意 在你的工作领域上 对不对 因为同样你说你是一个销售员 你每天吸收有没有新的知识 新的经验 新的体验 那新的创意加入在你的工作 那个才是活着人生的意义 还是说你每天就是也不去思考 不去注意这一块 只是好像行私走路在上班 你当然活得不是很快乐了 还有的人个性很急 有一次我在跟一个朋友在讲话 另外一个人配合冲进来 也不知道我们在讲的内容 突然就指示我们应该怎么做 那个人其实心地很善良 可是个性太急躁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枯燥 是因为自己的个性很急躁 然后要很快就达成目的 很快就达成效果 而忽略了有一些事情周遭环境的动向 这个动向是这个样子 只有他讲没有别人讲 他去观察 他有一次他就讲话 然后就讲出了一些事情的过程 他认为他交代得很清楚 可是别人听不懂你 这个事情是从哪里来 原来他是从中间的一段交代出去 可是他认为他已经交代得很清楚 可是被他交代的人 然后听他话的人 然后只听到这中间一段 可是前因后果都不大清楚 这就产生了代沟 所以有些人就是他其实每个人都很善良 每个人都很可爱 可是在做事情的态度上 没有去调整一些角度 有些东西是全面的 有些东西是如果你换自他互换法 对不对 替人设身处地想 这个人不知道前因后果 突然有一个人告诉你结果是这样子 但是前因后果都不知道 那你怎么去了解这个讯息 所以人做事情要稳重的话 第一个要懂得去观察环境 然后要耐心的 这个耐心很重要 这个耐心怎么培养 就是从你修法 平常修法的禅定里面 去让自己的心有沉淀的习惯 人见面先讲自己的感受 哇我感受怎么样 我怎么样怎么样 一直讲 其实别人也要讲话 别人也要表达 自己太急躁了 太冲动了 那讲完话 哇释放压力了 好像这个话不讲完 马上就会忘记一样 其实人不要这样子这么逼迫 跟你相处的也会很逼迫 那你每天都这样 急急忙忙 当然有压力 当然会觉得说 怎么每天都忙来忙去 也不知道在忙什么 他的意义在哪里 他的法律干位在哪里 所以师尊在第一百本文集 他讲真正的法位是在淡位 清淡的淡还是在淡位 你不用太很浓郁的表现自己 表达自己 你看情况去慢慢的加入 所以我们人都是活在五卓二世里面 五卓二世 那你在这个不同的环境 不是你去改变人 是由人让你去体会自己要做怎么样的调整 这个调整的是帮助人的 这个调整不是动心机的 这个调整是让人更和谐 到最后达成 我爱人人 人人也爱我 我还发现在人群里面 有的几个人特别喜欢搞小千圈 为什么他喜欢搞小千圈呢 我觉得他对自己也没有什么自信 怕落单 怕孤单 人如果一群人 对不对 他如果孤单 会觉得自己很丢脸 有那种自卑的心会出现 所以他就会想要搞小千圈 人会怕孤单 所以如果你对自己很有自信的 你了解了这个EQ 你有深度的沉淀的时候 当你孤单的时候 其实你放大耳朵 去看每个人 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去欣赏每一个人的优雅 你就不会怕孤单了 然后所有的人来到你面前 都是好朋友 你也不用等人 等人来接近你 你也去接近别人 所以我曾经有个朋友 他跟我讲 如果人家没有先开口 我绝对不开口 人如果没有来找我 我绝对不先去找人 我觉得这个人很傲 我觉得为什么要给自己这个限制 为什么要给自己设限 自己一定是一定要在这种情况之下 所以你看这两位出家人得了梦事 就算他是出家人 很高贵的一个身份 他愿意还跟在家人请教 对不对 所以人没有什么所谓高贵不高贵 是自己的心 自己的心能够领会到什么 那才是高贵的 如果自己的心一直都认为自己很优越的 所以那个美国最近发生了两起枪击案 杀了无缘无故杀了二十几个人 认为自己的白种人比较优越 比较有色人种就不优越 这个也是一种病态 所谓所有的众生佛性都是平等的 不应该要有去分别的 任何的人都有他优越 都有他美的一面 你要懂得去欣赏别人 而不是只有欣赏自己 有的只欣赏自己 不懂得欣赏别人 那就会变成很孤僻 有的人还有一天到晚工作 他赶快把事情做完 做完了之后 他就觉得这一天都很累了 其实他也是忽略了周围的人 周围的人 他会觉得周围的人怎么离他越来越远 所以一天到晚工作的人 他要小心一个东西就是孤僻 所以也要出来跟人家互动一下 这个是人间百态 所以你在人间百态里面 你要体会到这些贪嗔痴都是佛性 你要超越在贪嗔痴之上 你才会看到贪嗔痴 其实就里面有佛性在里面 你如果没有办法解脱 没有办法了解这一层面 还是在贪嗔痴里面翻滚了 这个是以上 我跟大家的分析 谢谢上师高智慧的开示 这个是刚刚妙应佛母的加持 还有谁呢 以兴说 所以师尊在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修法 不是没有灵感 反而是自己每天很多很多的事情翻杂在自己的心 好像没有办法静下来 这个问题师尊在树里面提到很多次 人一定要心静下来沉淀 不要因为别人得一点意见 你要看看如果好的话你可以吸收 但是人家的批评 有时候你要去看他合不合理 自己要懂得思考 郑明达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跟短处 等一下这篇文章介绍了 我们来祈请师尊请佛注释 梅俊 现在才知道 现在才进来 向外看是什么都没有用 向内看一切都具足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只念流言的 希望那个立起马台风赶快转弯 地藏卷 环境一切都是无常 得失只在因一时之中 还有这个红豆汤 有地藏圣号大悲咒 大悲咒的功课 谢谢 干风令 七夕情人节快乐 观爱思议 谢谢你上来报道留言了 地藏卷 从苦难中脱离 从烦恼中解脱 菩提就是烦恼 就是这样子来的 菩提就是烦恼 烦恼就是菩提 风回风 好 张灯云 祝情人节快乐 父亲节快乐 上至心咒 一千两百遍回下 张灯云 Gary 春梅 何文宴 还有 五自在上来了 莫荣芳 黄川义何文宴 好 上面还有谁 王瑶静 你好 好 那这个 所以四尊讲了这么自身的真理之后 对方就讲说那怎么样去利益众生呢 四尊举个例子 如果有人口渴了 用一杯水给他也是利益众生 如果有人生病了 那药给他也是利益众生 若人心中空虚就用法位来鼓励人家 也是利益众生 这种修法上至王公贵人 下至贩夫走主 人人都是可以修持的 哇 他们从来没听过这么好的佛法 他说出家人也可以做吗 那师尊讲说连诸欧菩萨都如此做 何况是出家人能够例外吗 这两位出家人问完了许多问题 很高兴的回去了 于是师尊还是有感慨 人生在世 何等的苦处 生老病死不谈 单单烦恼就十万八千 无量无数 那人生既然是如此的枯燥乏味 人人又何必恋直 执出一个东西不放呢 毕竟人类还是短视的 然后写下了诗迹 所以我觉得这出家人 他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 可能没有遇到好的老师来教导 那自己也是从佛典里面去学习知识 那像是我们有 虽然你说因为我没办法 每天跟师尊在一起 可是你们从师尊的书里面去学习 就是跟师尊在一起 就是去学习师尊的教导 所以大家都是非常幸运的 好 那我们来提醒师尊 愿我们的师尊长驻世间 长转法轮 我们来唱上师心咒 咩啊員員員哩 沟哩員哩 阿赫赛策马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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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师好 你是香港的同门 大家好 今日香港示威不断 起源逃犯引渡条例 中共可以随意拘捕香港居住的市民回大陆 所以一国两制是骗人的 希望台湾的同门小心不要相信 你讲到政治的 王晨杰 你好 谢谢你 反正你给我的鼓励 莫荣芳君豪 莫荣芳君豪 上师唱诵师尊心咒 静心融入此咒中 感觉舒适又平和 因为时间关系 赶快来介绍下一篇文章 静光的抚摸师尊的文章 这次师尊禅定中看到自己在飞行 师尊禅定飞行的时候是怎么样 是直立着飞 也不用踏莲花 飞到城市的上空 看到底下的人们 这个时候看到有一个光非常的强 是谁呢 纳摩地藏王菩萨 地藏菩萨他在圆形的光里面 头戴五佛罐 右手持习杖 左手拖着光明珠 坐在这个漂亮的莲花座上 地藏菩萨偏然来到了 哇一脸很慈悲 五官清秀 而且菩萨低眉 我看到时尊描述 他看到的地藏菩萨 真的是令人家觉得非常的高兴 对不对 那地藏菩萨看到了我们的师尊 还是跟师尊打招呼说 卢师尊您好 哇师尊说地藏菩萨您好 那个师尊问菩萨你要去哪里啊 菩萨居然讲我特别来找你 师尊问说找我有什么事 菩萨讲没事 没事 没事菩萨来找师尊 没事 那菩萨讲我们来聊聊天 当然你说菩萨是不是串门子 其实他们这些神仙在讲话 还是为了要演说法教 所以聊聊天只是一个很有趣的视线 那师尊就讲那我们聊什么呢 菩萨讲说就聊去向吧 有趣的去方向的向 去向 所以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心 那你将来就走哪个方向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你很喜欢艺术 那你呢 对音乐对画画 或者你观察这周遭的 你就充满那种音乐的去向 充满的画画的去向 你就是因为艺术的去向 引导你的 你这个人很会算术 很喜欢计算 对不对 你就走到会计或商业的去向 你这个人呢 很容易从一个产品里面 知道这个东西如何 行销给更多的人 那你这个就是行销的去向 经理的去向 那何况是你这个人呢 如果什么贪嗔吃 也会走到贪嗔吃的去向 这个就是去向了 所以菩萨就问师尊 你有没有一种感觉 当你靠近小鸟的时候 鸟就会飞走 当你用指头指向鱼的时候 鱼赶快游走 师尊说正是如此啊 菩萨说 这就是去向 为什么人指着动物 动物也会走 昨天那个我下班的时候 看到草地上有两只乌鸦 每次呢 我读书会直播完之后 然后我会走回宿舍 走回宿舍 看到一片草地 每天都会看到几只乌鸦在那个时刻 就在草地上抓小虫吃 我会跟他啊啊啊 我跟他啊啊啊啊 他给我啊几声 就飞到对面了 乌鸦的去向 也是一样啊 对不对 而且哦 看看我们这里的乌鸦哦 那个时间他们才在那块草地上 然后呢 过了那个时间 他们就没有在草地上了 又换在别的地方 每天固定的哦 对 那这个这个就是 菩萨就讲这个就是动物的去向 因为所有的动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恐惧就是动物的本质 会当动物 那在空海大师石柱心论讲 好吃好色就是动物的心 转世成动物之后又害怕 那动物呢 怎么样 这个大鱼吃小鱼 那小鱼又吃小虾米 小虾米又吃藻类 所以动物呢是一个生物链 所以每个动物都生存在被吃的恐惧之中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虾菇 那个海底世界那个虾菇 虾菇在吃棒 你说虾菇怎么在吃棒呢 他那个原来他的虾菇的那个脚 非常的有力 他蹦 他可以把那个棒壳的棒击碎 然后去吃里面的肉 对不对 你说那个石头鱼 平常隐藏在石头里面 结果有鱼一游过 他以为那是石头 其实鱼张大口就把它吃了 所以这个鱼以为是很安全的 你说麻雀 对不对 你觉得麻雀小鸟很可爱 可是你有没有看到他的头在转来转去 转这边转到边 到处再看有没有 害怕大的鸟把它吃掉 所以你以为鸟在空中很快乐 他在怕 他在害怕 人类的狗倒是好 人类的狗 不过呢 人类的狗也不是 到处都可以吃 你看 主人给他吃 他才能吃 主人不给他吃 看主人吃 看到口水流出来了 我看到影片上有个小狗 对不对 主人一个碗 然后主人在旁边按手机用电脑 那个狗看到主人没有在吃东西 直接嘴巴就从主人的碗里面把东西吃了 主人说你这个脏狗 就打他 所以动物里面的世界也是这样 我们来看同门留言了 对不对 斯川俊说 动物害怕天敌 那个可莉莉说 保利师兄 欢迎上来读书会 陈奕云 那那个什么 你们私下聊天就不讲了 李俊链 上师今天读到无魔可破这句话 心里就觉得很松懈 哇 这个就是一个很超然的 因为无我就无魔 那因为无魔还要破什么 这个是一个很超然的境界 人体也是如此以物养体 还滥杀共口欲 这个莉莎俊的 好 还有这个 这个 好 谷坤傅 方保利上来了 南马的 莉莎俊对了 习幸成自然很容易就投入了 好 SK公 小丽 还有这个 今天香港律师公会也出来游戏 希望你们的社会早日的恢复秩序 S丹 念经可以令烦恼 烦躁的心平静下来 烦恼也会云霄雾散转化为菩提了 书代表我的心 刚锋利 用心读书 细想当中的法位 就可以跟师尊的心联心了 古建龙你好 蔡英文 PCN 好 其他的同盟 我看有谁 有 有讲到说唱这个师尊心 心中心很平和 以及说 可是动物为什么遇到师尊会有恐惧 亮亮我看到现在遇到师尊不会 这像第一次一样 那个是人家里养的狗 因为跟人相处习惯了 然后他习惯那个环境就比较不会那么恐惧 可是动物呢有吃的去向 有好色的去向 对不对 那地藏菩萨是跟师尊讲去向 好 那所以呢 这个去向 因为所有的动物活在恐惧 那师尊讲说 那包含人类呢 菩萨 地藏菩萨讲 人类是动物 但也不是动物 原来人类呢 有思想 至少人类他的有思想 可以超越其他的动物 其他动物的恐惧 是因为随时随地会被吃掉 那师尊讲 动物有食物链啊 又有人类吃 他们动物天天都在逃避被人吃 地藏菩萨说 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 你知道吗 师尊说 我知道 那是因为去向 所以师尊分析 如果人 如果贪 去向 恶鬼仿戒 人如果称恨的称 就去向 地狱戒 人 若鱼吃的吃 就去向 畜生戒 贪成吃里面 所以呢 这个 你什么都不 不失很吝啬 贪心很重 贪到要拿别人的东西 就是在恶鬼戒 你活着的时候 贪 死的时候 你想贪的东西 你都贪不了 想吃的 也想吃一口面包 面包化为火焰 哇 只要喝一口水 水化为血 脏的血 让你没办法吃 这是贪的习气的去向 导致了夜暴的后果 那人的称恨 动不动就容易生气 生气 容易去向地狱界 所以 人如果鱼吃的吃 去向畜生界 所以 人的那个 这个东西 笨笨的 人家讲什么 有感应的 跟着去 人那个 好色 然后变得好 那种情太重 情到吃 想要追寻个东西 追到很痴情 很执着 那个吃 也会去向动物界的 所以地藏菩萨讲 你的分析虽然 虽不尽然也差不多 如师尊告诉世人 不要有造业的去向 才能够解脱 就是在这一篇里面 所以呢 想想看 你这个人的去向在哪里 你会往哪个方向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有读书会的去向 我们有修法的去向 我们喜欢禅定的去向 那你就会往天上的去向 你如果呢 喜欢玩乐偷懒 那 喜欢这些贪嗔吃的 喜欢去讲八卦的 那你就有八卦的去向 喜欢抹黑的 有乌鸦的去向 撑心害人的 有时候会有毒舌的去向 那好吃好色的 会有动物的去向 那六道轮回 所以你不要怪你的命运是怎么样 也不要觉得说 啊 这个动物 为什么是这样 都是他们在生前 在做人的时候 他们就有这些奏偏的去向 好 看同门 Lisa Jane 原因 人类比出生动物 能够保留高一些的智商 所以每个层色都不同 哇 李玉你好 还有这个以心去向 这两个字 真的很有让你可以去想 因为这个是有点难 好 那个 乌秀吉 那个上师相验法 还有私家信仰谈 我一下 谢谢你 许慧玉 可是动物为什么遇到师尊会有恐惧呢 亮亮 你看到现在遇到师尊会不会再像第一次一样啊 你从这样给亮亮看师尊的像 对不对 那亮亮也看习惯了啊 好 还有谁 Lisa Jane 人体也是如此一 物养体 还滥杀共口欲 好 欢迎上读书会 丹丹丹丢 好 Lisa Jane 一切唯心造 自作还自寿 日究竟所有动物都活在恐惧之中 生存在被吃的恐惧之中 人类有思想能够超越恐惧 人不要造业的去向才可以解脱 英国也是 好 谢谢你们大家的回应了 哇剩五分钟时间快到了 节目最后我们跟着伟大的师尊一起唱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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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讲到了动物的去向 人的去向 去向是怎么来的 那人产生了贪嗔痴 就有三恶道的去向 王丽玉刚从庙回来是不是 哇 今晚有地藏护魔法会 还有这个妙阴 妙颜上师 谢谢 有莲欧莲结莲锦上师 帮我跟他的过后 这个就是静光的护魔 两篇文章非常的有趣 谢谢大家 我们给十尊 揪咪 Isteru Yappie BlingBling 明天晚上十点同一时间 年车和文集网络直播 读书 大家空中在会 欢迎给我们的视频影片 按赞转贴分享 谢谢大家 拜拜